大家好,我是阿龍,今天來整理一下這個高麗菜啦 這次的高麗菜啊,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土跟之前不大一樣 我從這邊剝開一下 因為我發現到這邊的土的色澤跟這上面的色澤就不一樣 因為我這一次這個是被水淹過 淹過之後,因為苗還小顆 他現在要整理,因為不整理的話 這個苗怕會支撐不了 那個小苗這個沒有整理 怕過幾天搞不好會跳辮子 因為這個土淹過去 你沒有去動它 那過幾天就會 你就是說正常淋水啦 淋幾天之後,它這個土會硬化掉 會硬化掉,然後就好像密 啊這個土就沒有空氣 就現在我這個挖開有沒有 這個就是空氣啦 這個空氣散發不出來,就會造成這個會窒息 啊像這個草,這一次也順便把這個小草把它除一下 因為這個草啊水氣太多,長得特別快 啊我們在刮的時候啊,盡量要保護這裡 不要去動到 那我現在用這個爪子啊 我們要抓的時候就把它 刮有一點深度啦 把這個有動到起來,這個表面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刮到附近 盡量不要去動到這一顆哦 啊這樣子 啊這邊哦 順著這樣子 把它刮 狡皮給它破壞掉啦 啊這樣子 那這一顆我已經先破壞掉了 那我們先來講這一顆 那原則上我是先把它 那土都動過之後再來整理 那我現在先 先把這一顆 來講解一下 這個啊,推下去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這邊動不到啊 手稍微抓一下 這邊給它有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啊順便我們這個雜草 這個順便把它抓一抓 先抓掉 這樣抓好之後 就草加減除掉 不然它到處會長起來 這個沒有破壞掉的地方 手稍微抓一下 這樣子稍微 啊這個表層 那我們這個就已經破壞掉之後 啊稍微把它抹平一下 啊這個葉子比較不好嘛 那就稍微修掉 因為這個是淹過水 枯黃了 那現在這樣整理完之後 那你淋水 它水就會順利滲進去了 那你沒有做好之後 上面這一層沒有刮掉 它會 會硬化 乾的時候它就會硬化 你澆水都滲透不進去 然後就造成這個土 沒有空氣可以呼吸 苗就會死掉 那現在接著 我就來把這個刮一刮啦 先刮鬆 接著這個後面這個 先把它刮鬆 表層就好了 不用刮很深啦 這個上面這一層土 也就是有刮起來就可以了 啊順便連這個草 主要你這個草根 可以刮掉 刮起來為原則啦 這樣子 這樣這個葉子啊 已經幾乎都乾掉了 這個就把它處理掉 啊現在這個啊 這個已經整理出來了 啊整理出來就是這樣子 啊比較不乾的啊 這個我就先不動了 啊事後再觀察一下 那現在這個 我把它處理完之後啊 也就是 少許淋一次水就好 不要淋太多啦 少許就好 因為它本身裡面的還是蠻濕的 就不要淋太多 那現在啊接著開第二個 啊大事上這前面看起來還不錯 這影響還不大 不過應該加減都會有影響啦 那看來看後面的 那這一顆有沒有 這一顆你發現到這個葉子都枯了 不過這個 葉子我們先把它 處理掉啊 看能不能 這幾天看它能不能火啦 這個就根本就不可能啊 會影響到生長 啊剩下那幾葉那也沒辦法啊 或者就是你直接換苗 或者直接兩天觀察 看它生長 如果它生長還OK的話 它生長會比較慢 因為畢竟它傷到了啦 這個土啊就是裂開沒有 這個就是水淹過啦 啊它那個土就開始有一點分裂 就類似我們那個土太乾燥啊 有時候我們那個土太乾燥啊 有時候我們那個土太乾燥 那個土地 分開 那種情形 所以說這一層土硬化 之後 你這個水再怎麼浇 除了成這樣縫滲進去 這個上面的水就滲不 沒有辦法滲透進去 啊我們這裡面就吸收不到水 啊這一層你不刮掉啊 比如說你刮掉之後這樣子 這裡面的水 才會 慢慢開始乾掉 啊不然你一直不刮的話 裡面水保持濕度 啊密不通風 它裡面的根系就會 壞掉 OUGH 壞了 路 感谢观看